相信关注王一博的人都知道,他最近一直没有什么新剧上映,可以说是让粉丝等的望眼欲穿,但是索性王一博参演了理想照耀中国,并且会在5月3日上映,而王一博在里面的表现也是可以看出,他的专业能力在此得到提升。 演员是什么?演员能做的应该是一种剥离,剥离出生活和镜头下不同的自我,生活中的你可以是阳光,友善,镜头下的你就应该做到残忍,黑暗,要把角色塑造出来,尽管现在的明星三天两头上热搜,但是最后决定,你能走多远的还是作品? 本身作为县里题材的正能量作品,就会比其他的作品更受瞩目,这不是王一博第一次饰演同类题材的作品,不同于之前和陈小搭档的兵与火中陈宇这个角色,以及和黄景瑜张哲瀚合作拍摄的维和警察杨震这个角色,理想照耀中国的题材,本身就是符合主旋律的,所以这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,会比其他的作品更得到大家的关注。 王一博是有类似角色的演艺经验的,但是他的成长也决定了,他只会把角色塑造得更加饱满,在理想照耀中国的导演的这段采访中,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王一博的高度评价,是的,力量,眼神的力量,动作的力量,情感爆发的力量,没有力量的角色是失败的,没有力量的作品是无法抓住观众的眼球的,可见王一博在私下里没少磨练自己的演技,因此才能在舞台上经验到导演和编剧们, 虽然他年龄不大,但是却有一种让人信服的成熟感,正是这种超脱年纪的成熟感,才让他更好的驾驭角色。 与众不同是什么?未必指的是他的天赋,更多的应该是他自身的努力,愿意拼搏的人永远都是自带光芒的,也是与众不同的,希望他的新剧能够热播,取得优秀的成绩。 不知道大家怎么评价王一博的与众不同。